新北市劳工局近年来积极在医院车站等单位设置了按摩小站 让市长朋友适应职场的生活拥有稳定的收入 这次辅大医院特别提供了场地设置了伊甸辅大市长按摩小站 新北市劳工局局长陈瑞佳和市长按摩代言人 萧告一起来挑战时下流行的16吨庆祝伊甸辅大市长按摩小站新开幕 同时马上体验好好赶紧 所有的市长按摩师都是经过长时间的一个训练 所以他们对于整个人体的穴位上都有所的了解 所以他们的眼睛看不到 可是他们会用他们的手用他们的身体去感受到 我们被按摩者的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哪里需要加强 透过这样的一个按摩抒压 其实可以获得不管是身心或是心灵的上的一个舒缓 住附近的这些民众或是来医院就诊或是探病的这些民众 如果有时间欢迎到我们福大医院的按摩小站 福大医院成立至今将满七周年 除了提供附近的居民医疗服务 也积极和市府以及各单位合作 希望扩大服务的内容和范围成为大家的好邻居 福大医院正在这个天主教医院是个教会医院 愿意承担照顾弱实的核心价值 我们福大医院会全力协助 也希望能跟各界期待 包括伊甸之类的像这档基金会 或者是地方的团体做很好的结合和合作 希望有机会在未来在身心障碍 不管市障也好 听障也好 希望有机会能够做出更一步对社会大众的地区 更有帮忙的医疗照顾 为了提供市障朋友稳定的就业机会 市府除了协助寻觅场所 也培训按摩师取得专业的技术式证照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 已经提供了600多个就业机会 记者高清风 林景云 泰山采访报导